大家好 鸭掌木作为一个关业植物 很多花友就是养不好 枝条土长 叶片少 影响美观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养护方法 新手一看就会 首先给鸭掌木换盆的时候 我们选择疏松透气 白水性良好的土壤 更有利于鸭掌木的根系生长 关键的就是放逐底肥 因为鸭掌木是关业植物 又想它长得茂盛养分足了 后期长出的叶子才会更加犹豫 更加茂密 再看一下根部长出非常多的根系 串出了盆底 再看一下底部这些都是根系 每个叶用一勺塑效的富豪肥 直接撒在本土的表面就行了 能有利于鸭掌木的根系吸收 让鸭掌木根系长得更加发达 吸收能力更强 后期会生长得更加旺盛 更加迅速 在室内养护 我们一定要给它闪射光 不能把它放在过阴过暗的环境 容易涂涨 网页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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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